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EMPASS的優仔攻防 昨晚的場景大家也有看八強的賽事 本身也有點病,現在也有點猴殺 最後西班牙南淘汰東道主,德國 我今晚跟大家討論另一支焦點的球隊,英格蘭對瑞士 英格蘭有很多球迷關注 打到這一刻,仍然沒有說服力 但到最後,現在來到八強 一直在想,我從英格蘭分賽第一、第二、第三、到十六強 一直在期待會不會有場,整班球發揮好一點,正常一點 但仍然沒有,這是很多很多的疑問,仍在我腦海當中 當然了,基於後望的比寧涵有一個精勢的倒掛 這個大家都看到 但是以波論波,撇開了英格蘭和瑞士兩對波,不要管波三 不要管球員的名氣等等 瑞士的整體演出,真的是在英格蘭之上 來到八強,我還在想,會不會再寄望英格蘭會有脫胎換骨的表現呢 我想了很久,最後都覺得這個想法是有些保留的 因為長波,收夫基的預判 一直在說一個教練,排陣打法是一個預判預設 想不想中長波的情況,或者自己求了一個發揮 很明顯收夫基是不中的 因為長波,英格蘭的後防基爾會缺陣的 也有傳,收夫基有機會會轉陣式,甚至三中堅 我覺得不奇怪,但是轉了陣式,是不是真的會打得好呢 會脫胎換骨呢,我仍然有很多的問號 相反,想說說瑞士隊,瑞士隊真的上場球淘汰意大利 整場球的表現是很有說服力 甚至是,表現實力是高意大利一班,在說上場球的單計 瑞士,其實我記得很久之前,他們曾經年青年梯隊的時候 贏勢少杯,已經開始越來越好,黃金一代慢慢來 來到現在瑞士隊,由爺堅帶領的情況之下,是很成熟 我先說說,其實我挺喜歡他們的後防 有阿簡治,萬成的中堅,打出球會的應有水準 列卡道陸迪股斯也很有經驗 加上在英超打滾的孫亞,其實也挺有保證 中場隊長的格列沙卡和庫拉,比我們更加很穩 你說前線方面是否很強,不是 但是這群球有一定的功力 特別是,始終他們前線方面,有安寶路這位很高質素的 效力摩納哥的球員,我覺得是有聲味的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安寶路瑞士 這場球,我感覺上始終由頭到尾,瑞士給了我的整體發揮 特別是比賽狀態、集中程度,瑞士是在英格蘭之上 所以這場球就撇開所有的名氣、波三等各方面的因素 我預測這場18強的賽事,瑞士隊會在法定時間之內 對著英格蘭有助和望贏的本錢 今晚希望大家,雙方,瑞士和英格蘭一場好球